一直以来我们的值得期待新车系列都很少讲到欧系车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我们要来讲一款会在今年登陆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是 CKD 的车型 它就是来自 Volkswagen 的刚炮 Golf GTI Mark 8 为什么它值得期待 因为它的性能很出色 而且加上是 CKD 的关系 所以它的价格方面应该会很有竞争力 你是不是期待这一款车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 Golf GTI Mark 8 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 首先国外的媒体讲着一个 Golf 的第八代车型称为 先背车的 Game Changer 为什么这样说 虽然说 Golf Mark 8 它还是基于这个 MQB 的平台打造 但是它采用了大量的电气化架构 不过在这里要跟大家说的是 采用电气化架构不代表它是电动车 而是它的这个行车电脑 ECU TCU 等等的电子配备运作的速度更快 这样带来的好处有什么 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你的车子真的是不小心打滑的话 因为运算速度更快的原因 所以这个 ESC 等等可以更快的介入 减少车辆发生危险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说电子化的车其实是有好处的 这个 Golf Mark 8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的 Golf Mark 8 其实有很多个版本 可能在我国登陆的版本应该有两个 分别是普通版的 Golf 还有 Golf GTI 其中这个 Golf GTI 它会继续采用 2.0 公升的 TSI 引擎 匹配的变速箱是 7速的 DQ380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大家听到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可能就稍微安心一点了 而且这个变速箱是新的型号 目前在全球范围都没有听到这个变速箱有大面积的故障 所以它的可靠性还是值得相信的 在 GTI 版本上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245 HP 峰值扭力 370 Nm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扭力其实是比较高的 因为一般上 2.0 的涡轮增压引擎 它的峰值扭力大约是在 320 Nm 到 350 Nm 之前 因为这一次它是性能车的关系 所以 Forcewagon 就把这个扭力的输出调高到 370 Nm 带来显而易见的效果就是 它的加速表现会更强 作为参考 上一代的 GTI 它的最大马力是 227 HP 峰值扭力 350 Nm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新一代的 Goss GTI 马力其实是提升了很多 至于普通版本我们暂时还没有消息本地版会搭载怎样的引擎 但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还是会继续采用这个 1.4 的 TSI 引擎 还有 7 速的 DQ 200 式 干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当然这些我们要等待原厂以后的确认我们才可以知道 在高输出的 2.0 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这个高传动的 DQ 380 变速箱 它的 0 到 100 加速表现是怎么样呢 是 6.3 秒 这个是官方的数据 不过它的传动依然是前轮驱动 因为这个 Golf 本来就是基于前轮驱动打造的车型 如果你要买到 4W 的版本 那么应该就要等到 Golf R 了 只是我们暂时不确定这个 Golf R 会不会在马来西亚 CKD 但是我相信可能性比较低啦 因为这个 Golf R 的价格也比较高 根据已经测试过这台车的海外媒体表示 这个 Golf GTI 第八代 它的操控表现比起上一代有着很明显的进步 另外它的舒适性也获得了坚固 所以它是一辆非常适合日常代步的车型 其实 Golf GTI 在马来西亚是有不少粉丝的 只是因为前几代的车型都是 CBO 的方式贩售 售价有一点点高 所以影响了它的普及度 但是并不代表这辆车不好 而我们很开心的就是 FW Malaysia 也就是 VPCM 啦 他们会愿意把这辆车带来马来西亚 而且进行 CKD 要知道这样的性能车型其实并不大能走量 它的销量表现其实并不会高的 可是原厂愿意投入资金 CKD 这辆车 就代表他们对本地市场是非常有诚意的 其实之前在很多的地方都有网民捕捉到 这个 CKD 版本的 Golf GTI 第八代正在进行测试 而且它是从在北竿的 DRV HICOM 的工厂出来 所以相信未来这个车款的价格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有优势 而我们距离这个欧系刚爆车型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 但是实际上这辆车会开价到前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啦 在2021年 VPCM 对于本地的产品规划会有比较大的调整 之前在本地贩售的两款车型也就是 Vento 还有 Polo 都已经停止销售了 而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未来这个第八代的 Golf 就会是 VPCM 在马来西亚最便宜的车型 讲到这一点我会很好奇 既然原厂那么有信心 Golf 会是本地最便宜的 FW 车型的话 那么是不是代表有可能原厂会引进1.0公升的 TSI 引擎 或者是1.2公升的 TSI 引擎版本呢 这个当然还是要留给原厂公布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消费者更在意的就是这个 Golf GTI 的价格会多少 那其实在我们的印象中 FW 的车款都是跟性能有关的 就算是最普通的车型 它的性能表现都是不错的 这一次 CKD 价格有优势 加上 GTI 的精致招牌 我相信未来这个第八代的 Golf GTI 在本地市场应该会有很不错的表现 至于上市时间 是会在今年内 可是目前因为我国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可能稍微会影响到原厂的新车规划 至于什么时候会发布 请记得留守我们的 YouTube 或者是留守我们的网站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更新 如果我们获得最新的这个资料 一定会第一时间让大家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OK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